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現在再舉一個Android的例子 那也是關於這個現場安全 所以他有做這個 同步叫Synchronization 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明顯的就是在畫圖的時候 在做3D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 他的就怕被乾燥 所以會 他必須持續的去畫圖 所以避免被乾燥 OK 所以呢我們就以OpenGL 畫3D的 這一個 當作一個例子 那就是在這一個 UI上面會畫出一個3D的 一個立體的圖 然後在這邊會旋轉 會持續的 這個3D會在這邊旋轉 OK 那我們現在 就來看這個Android的基本的做法 那做法呢 他會把這個3D的圖呢 畫在這個 Surface View上 畫在Surface View上 OK 所以他首先呢 就會定義一個 Surface View 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 自己寫一個 小的 的類 就是紫類 來繼承這個Surface View 那這個的 圖是這樣子的 就是Android呢 有一個G類 這個G類叫Surface View G類叫Surface View 然後呢 我們要來寫的 紫類 寫個紫類 這個紫類呢 叫做MySurface View 這樣子 然後這個紫類呢 還要implement 這個Surface View 有一個J code 叫Surface Holder Callback 就是 簡稱叫Callback的 J code Callback的J code 那他要來implement這個J code 因為這Surface View呢 他會 來調用這個 J code 調用這個J code 那這個J code呢 有幾個函數 這個J code呢 就是這三個主要的函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呢 這個MySurface View呢 要去implement 這三個函數 這三個函數就定義在這個J code上 好 那就是 當他這個Android的框架 把這個畫布 就是Surface 把這個畫布呢 把它準備好的時候 他就會來調用 這個紫類 調用這裡 叫做 Surface Created 那Surface會被 保護在 會被hold在這個Surface hold的里頭 他會把它傳過來 所以 在準備好畫布的時候 那麼Android呢 他會 把畫布 送到這個 MySurface View 就會來調用 這個Surface Created Surface Destroyed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 創建這個的時候 他會來扣 這一邊 扣這邊 所以當他扣下來的時候 他就來 New一個 現成 有沒有 就New一個Straight 那這個是我們 在這裡 定義在這裡 我們去繼承這個 Straight 好 所以這個目的呢 就是來創建 一個自己的 Straight 創建一個 自己的Straight 然後呢 也定義了 這一個 Round的函數 在這裡 所以把函數 定義 定義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小線程呢 就會來執行這個Round 小線程會執行這個Round 所以呢 這裡就是 New一個 把小線程 把New一個 這個 ZLthread的對象 然後呢 再來call 這個 Straight裡頭的Start 就是叫他啟動 這個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 小線程 這個小線程呢 就會來執行 這個Round 會來執行這個Round 就執行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是小線程在執行的 小的Straight呢 小的Straight來執行這個Round 那 這裡下來的是 主線程的 這個都是主線程在跑的 這個 這個是主線程 主線程在跑的 然後主線程呢 會 Start的時候 會去Create 創建一個小線程 這個小線程呢 就會來執行這個Round 然後準備要畫圖 所以他是有小線程在畫圖的 然後在畫圖的過程當中 那麼 他怕 被另外一個線程來干擾 所以呢 這邊有一個Synchronize 範圍是這裡 所以把它隔開 所以呢 如果有 別的線程進來 要干擾 他會叫他在這邊等待 那 他這一條會 先進來 在這邊做 OK 那別的小線程 進來 他會叫他這邊等待 因此呢 這邊就不會 有衝突的問題了 這叫做 化解這個衝突的問題 那麼 在這個 畫圖的過程當中 常常會遇到 要 這個 把別的線程呢 擋在外邊 這裡也是一樣 當他進來的時候 那麼 我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呢 別人不要來跟我干擾 所以就寫一個Synchronize 就讓別人呢 在外面等待 好像我在上廁所 那我在上廁所的時候你就在門外等 等到我上完了 你才進來 OK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 在Android裡頭呢 在畫圖的時候 那麼 必須要這樣做 才能夠保持這個 畫圖的這個順暢性 OK 那這個 接下來就是在講 怎麼 OpenGL 怎麼來畫3D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 這個 不談這個細節了 那這裡只是在做一個 文字的說明 就是在斷寒書裡頭呢 有用Synchronize 來 湊開 避免這個 別的線程的干擾 別的線程的干擾 那至於畫立方體呢 這個 給你有空自己看 OK 那 原來不在我們的 這個線程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就 有空讓你自己看囉 那 至於西加加的線程呢 西加加的線程呢 他因為跟這個環境有關 所以我就 不吉利的 我就剛剛 幫你吉利的是 Java的線程跟Android的線程 的這種 互相干擾的情況 怎麼化解 但是這個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還有很多的線程模式 包括Android裡頭還有很多 那這就 等於有空 來 視聽一下 我那100小時的 課程 就講了很多 這個很完整的Android的線程模式囉 好 那我這裡就講到 這裡站 我們就 告一個段囉 謝謝囉 就好 讓我來 我來 我來 要來